动物园的亚洲象尤凯最近出现了不开不吃东西站不起来的状况 28号就发现说他吃东西有拒绝吃东西的一个状况 一直到29号因为一直没有好好的吃东西 他有一点脱水的现象 那同时呢可能离子不是很平衡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白血球的指数比较偏低 大象有泡疹病毒的风险 但是呢我们目前初步从口腔内部去检视 是没有临床症状 39岁代大象来讲应该算是中年的年纪 所以年纪并不会太老 那中暑的话所有动物都有可能会中暑 不过考量我们提供他的那个生活环境 跟目前温度的状况 是觉得中暑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为了观察尤凯的状况 动物园派人24小时守护并且观测 同时有很多人到动物园为他激起加油